普加斯實例逐個看 很感謝這次的客戶 讓我們來到粉嶺三禮院 兩房一廳的單位做一個拍攝 首先我們看看 這就是廳的位置 右邊有一個獅子櫃 左邊的廚房 特意做了一個高層的黑玻璃黑漆底 方便出門口的時候 就可以照一照自己全身 然後廚房就訂造了 廚櫃、吊櫃 廁所就訂造了 廁櫃、鏡櫃、電視櫃 這次客戶做得非常簡約 間隔也非常簡單 但是他加了一個很特別的 三分一的調子背景牆 在這個淺色的色通上面 加了一個調子牆 其實立刻的感官是完全不同的 其實只要輕輕在細微位 再加一點東西就已經很漂亮了 我們來到大房的位置 這裏就是兩子弟用的空間 弟弟用上隔床 姐姐用單人床 最特別的地方 其實他做了一個箱面櫃 你看他這裏好像一個櫃 但其實它是兩個櫃 原理就是左淺右深 左深就右淺 好 這裏就是主人房 還有細房 細房 細房就相對簡單 做了一個到頂的衣櫃 還有一張簡單的雙人床 這裏就會採用了一個樹斜的暗鈔 就可以方便開關 還可以不用多了一塊手柄出來 例如好像這裏 細房上 客戶想透多點光 進去廳那裏 就特意做了一個青玻璃 為了遮住水喉和電線 客人特別訂造了裝飾吊櫃 想訂造自己獨特風格的傢俱 快點上來跟我們設計師聊一下吧 從余蒭 再自找飾吊櫃 誇憶